那么学习完这个事情之后呢 我们下面要做这样的练习 这练习呢 就是我们一起来模拟登陆一下豆瓣网这个网站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新建一个PY文件 我们叫02 摸个硬豆瓣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去豆瓣看一眼 豆瓣是什么样子的 豆瓣看一眼 这么卡 这网速天天影响我们商量的效率啊 之前的时候呢 我们我发现在这 看蛋领打开就可以了 这蛋打开也不行 我们来看一下豆瓣网址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在这书记后名 这输入密码 然后输入验证码 是不是点压登陆就可以了呀 那如果说我们使用商量来做该怎么办呀 是不是点击检查这个按钮 找到对应的用户名这个地方的位置 找到他这个地方位置 然后输入用户名输入密码 然后输入这个验证码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那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验证码这一块该怎么做呢 我们是不是使用手动书就可以了呀 不然在那种方式啊 我们先使用手动书 然后等一下再讲 该怎么做 我们先from 我们先使用三零 import webdriver 那driver呢 就等于webdriver 加chrome 大家能看现象 这是实力化 对不对 实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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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呢 我们可以使用driver.get一个邮标地址 get什么呢 就get对吧 把它复制过去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进行一下粘贴 找到对吧地址打开之后呢 我们应该找到对应的用户名密码的窗口了 对不对 那用户名 就窗口在这个地方 他这里呢 是不是有个ID叫formemail啊 我们刚刚一样 你可以定位到这个元素先 那driver.findanimate by id 传进去 然后也是一样的send case 对不对 输入我的用户名 然后呢我们再找到密码的那个窗口 再输入密码是不是就好了呀 那密码的窗口在这个地方 他是不是也有一个ID啊 叫formemail password对不对 那传进去 然后也是一样的send case 那我的密码是多少呢 这个是银行卡的密码 大家可以拿去试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里要输入验证码 对不对 那验证码我可以在这里 等几秒钟 我们再手中输入一下 imple了一下time 然后time.snip 比如说睡个五秒钟 睡个五秒钟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再要点按灯动这个按钮呀 那灯动这个按钮怎么点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是不是没有ID的呀 但它有个class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呢 它另外一个方法大家注意到 driver.findanimate by class name 看到吗 我们粘贴进去 就可以定位到它了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clique 就给登陆成功了 对不对 我们说登陆出了干什么呀 获取cookie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呢获取一下cookie 那就是driver 我们先使用最终的特效事吧 cookies等于一个字典 然后呢 for i in driver的什么呀 getcookie对不对 这会到一个字典 例表形成的cookie 那么前面是I的什么呀 name后面是I的什么呀 value对吧 那么print一下cookie 然后呢我们 在这个地方呢 time.snip睡三秒 大家看一下现象 然后再来drivers quit退出浏览器 这一就写完了对吧 登录的过程就登录完了 我们来做下这个事情 写错了 这是python02 c-r-o-c-k 是不是说完了呀 然后他就点了一下 是不是登录成功了 现在看一下我的用户名字在这呢 登录成功之后呢 他放在跳转这个地方呢 跳转完了之后呢 他就会把cookie给反回回来 现在是不是就拿了这个cookie的呀 拿了cookie之后呢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交给request 模式用一下对不对 来验证一下 他是否是能用的对不对 当然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那刚刚呢 我们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个 非常nobby的方法 手动输入对不对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下 如何通过达码平台 来识别上面的验证码